小姐 这样的日子 我受不了了 对不起 吉祥没法照顾你了 被送来军营的第五天 我的丫鬟吉祥终于认清了不会再有人来救我们的事实 在傍晚太阳还没落下的时候 给我磕了个头 然后一头撞死在了帐篷的木桩上 我蜷缩在角落里 看着他额头上鼓鼓外貌的鲜血 麻木不仁 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父母和哥哥被沈凌峰下令五马分尸的时候 护国公府满门七十四口人 被吊在城墙活活吊死的时候 我磕了上千个头 却换不来沈凌峰一句回心转意的时候 我成亲三年的丈夫 搂着他心爱的女人 亲自把我送进军营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已经流干了 吉祥 你该信我的 再等一天 我们就能好过些 我颓然地站起来 双腿发麻 伸手 缓缓合上了吉祥大睁的眼睛 嘟嘟嘟 营帐外响起号角声 我身边的女人们纷纷发出绝望的哭泣 下一秒 营帐被掀开 操练结束的士兵带着一身汗臭味 冲了进来 营帐里顿时哭喊一片 沦为地狱 吉祥的尸体被拖了出去 我挑衅般地笑了笑 随意向后躺倒在地 任由撕扯践踏 我再等 等那个人忍不了 军纪是营里最下等的畜生 长得美 是原罪 让我在短短几天里就遭受了罪非人的蹂躏 但 同样 也是我翻身复仇的筹码 我要从这肮脏的军纪营帐爬出去 一步步地爬回帝都 亲手了结所有的冤账 那个人从近来就没动 冷冷地站在边上 盯着我 我靠在陌生的肩膀上 也同样笑着 盯着他 我心里清楚 我的出身 将高贵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哪怕是这种境地 也依然不改 这 更容易激起男人的征服欲 一个 那人没动 两个 那人还是没动 神色如常 我的心不由地开始往下沉 若是堵输了 滚 第三个人快结束的时候 他终于动了 猛地上前 一脚踢开了我身上的人 粗暴地拉着我的胳膊 将我拽起 见不见 那人皱紧了鹦鹉的眉 看着我脸上下贱地笑 咬了咬牙 我心中松了口气 往他坚实的怀里靠了靠 媚笑出声 军级本见 军长不是早清除 士兵进营仗时 都是脱去了外衣 变不出军衔的 以防军级生出不该生的心思 可我依然分辨得出 他身上的杀气与上位者的气息 他应该是这群人里地位最高的 尤其近百个士兵里 他是第一个占有我的人 像我这般姿色的军纪 谁第一个也很微妙 于是 第二天 我靠在他耳边 说了一句 想做他的人 挨了重重的一个耳光 他嫌恶地对我说 你也配 第三天 他没再碰我 我知道这是警告 所以 我笑了 那是我被送到这里以来的第一次笑 我在挑衅他 第四天 他还是没碰我 我还是笑 在他的注视下 迎来送往 所以第五天 我赢了 再敢勾人 老滋思了你 男人骂了一声 把我打横抱起 当着一众官兵不甘又不敢地注视 将我抱出了营帐 太阳刚好彻底被山间吞没 这一瞬间 我有些想哭 猛地咬住男人的尖头 血绣味弥漫在嘴里 我的眼泪终于滑落下来 你怎么不早一些 这样或许吉祥不会死 我其实还是低估了男人的身份 我以为他会是个百夫长 却没想到他是可以直接挑选军纪 带回营帐的千夫长 再往上升就可以当万夫长了 万夫长其实就是将军 也就是说这人离将军之位只差一步 但这一步却难于登天 除非干掉将军 营记记住我的名字 男人把我放到床上 忧深的眸子盯着我 似乎在揣测着我的意图 军纪想法子翻身的 不少 但如我这般放浪大胆的 他定是第一次见 你图什么 我只看着他笑 我知道自己生了一双风情万种的桃花眼 以往沈凌峰总会看着我的眼睛出神 说我这双眼睛 万万不能被别人见了 容易祸国殃民 方妙 我的名字 我勾住营记的伯耿 在他耳边娇饶撒娇 护国公嫡女 曾经的皇后 如今下见的军纪 营记 掀了沈凌峰的江山 送给我 可好 营记几乎是立马推开了我 连连向后亮呛了几步 杀气如狼的眸子里 尽是不可置信 营记是聪明人 他听懂了我的意思 明白了我的目的 我要在这军营里搅弄人心 让整支军队为我所用 当年 我方家能护送沈凌峰登上皇位 如今也能掀了这江山 这是谋逆 你不怕我直接杀了你 营记猛地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 怕 我仰头疯子一般地大笑起来 凌厉地望着营记 我为什么会怕 我十三岁清心沈凌峰 十五岁嫁与他为妻 持心相守三年 换来什么 满门抄斩 助他登基的父兄 被五马分尸 我 百军践踏 下贱如你 你告诉我 我怕什么 掐在我脖子上的手到底是没再用力 能爬到千夫掌的位置 这人不可能没有野心 更不可能没有疑心 若我遮遮掩掩 暗中绸缪 怕是走不出营帐 就已经死在营记手里了 这般直白坦荡 反倒让他忌惮 我可能留有后手 毕竟 我的出身摆在那里 我妩媚地笑着 白玉式地脚背拱起 轻轻踢着他的小腿 你若怕 只管装作不知情 观望便是 不如看看我一女子能做到何等地步 别的不论 你就不想 践踏皇帝的女人 营记盯着我 久久没说话 但她眼底那抹兴慰 刚好被我捕捉 于是 当天晚上 一直带着我亲笔信的信歌 飞往了帝都 妙妙 沈凌风猛地睁开眼睛 换着那思念了五天的名字 身侧的女人安然熟睡着 沈凌风踢上龙袍 信步走到廊下 心中压抑着的慌 在黑夜里几乎到达顶峰 君记 她一直压着不去想那些画面 有那么一瞬间 她甚至希望方妙那样的烈性子 为保清白 会直接死掉 方妙 沈凌风的拳头 无意识地攥紧了 要她怎么敢承认 真要是想折磨方妙 报复方妙 哪怕是留她在身边 也有的是办法 不必非要发配出京 之所以 做得如此决绝 究其根本 是她心虚 她害怕心底里那丝不为人知的动心 被人察觉 她害怕自己当真对方妙动了情 功败垂成 她可是 仇人的女儿 这句话 无时无刻不再撕扯着她 提醒着她 哪怕她早已经后悔地想要立即冲去军营见她 也万万 不能 可她真的快疯了 她能感觉到 心底里的极度 不安 思念 几乎差一丝 就要把她的理智冲垮了 我听说军纪非常凄惨 可不是 不少人都死在那里了 那 皇后娘娘她 不好说呢 皇后娘娘那般绝色 扔进军营 只怕是人人皆求 我最怕的 是那些人色迷心窍 用了法子 让娘娘求死不能 首夜的宫女在小声聊着天 字字句句 却被沈凌峰听得真真切切 心脏猛地被无形的手收紧 她最害怕的猜想 不可避免地凑到了眼前 滔天的杀意撕扯着她的理智 多日来的压抑终于决堤 忍不了了 真的 再也忍不住了 她想见芳妙 从她离宫的那一天起 就想见 听闻前线打了胜仗 不如 震变御驾亲临 犒赏三军吧 沈凌峰扬起头 看着天上清幽的月 沉吟了几句 就当是给自己一个借口也罢 去看看她 只是单纯地想去看看她 而拐角处 首夜的丫鬟翠儿 默默松了口气 皇后娘娘信中教她的 她都已经说了 接下来 就看陛下如何抉择了 将军收缴了最后一座城 带着小分队归来 众军欢呼 迎记将我献给了将军 那年近四十 凶猛异常的将军 将军显然震惊于我的美貌 像野兽猎到了猎物 将我高高举起 呵 呵 呵 万军高举长矛 气势如虹 将军把我扛回了营帐 进门前 我看到了迎记嘴角的凝笑 更看到了他身后将士们眼中的怨愤 将军不会知道 他外出征战的这些日子 他留守驻扎的这群士兵 如今皆已经成了我的群下沉 能践踏皇帝的女人 几乎激起了营记心底最阴暗的那一面 他近乎变态地折辱着我 夜夜让我光着脚 为众军跳舞助兴 隔三差五就把我当作奖励 赏给比武赢了的手下 我都一一承受了下来 因为 迎记手下的这千位士兵 纷纷把我视作玩物 却心甘情愿地为我吃醋 为我的武姿风魔 我期望哀怨地看着这些人 张了张嘴 却没有发出声音 救救我 求你们 救救我 我的眼角留下一滴绝望的眼泪 这是我的真心话 当初全家被满门抄斩 我被流放军营时 这句话我说过无数次 我多希望那时候能有谁来救救我 将军虽然年近四十 但凶猛异常 将我重重扔到床榻之上 打亮着我的脸 眼底带着清晰的鄙夷 不愧是宫里来的皇后娘娘 果然绝色清诚 我眉心意紧 装出一副万分惊讶的模样 你认得我? 将军痴笑一声 娘娘入营当天 上面便有人打过招呼 要你死在这儿 可将军没听 我早猜到了的 沈凌峰或许不会想要了我的命 但他身边那位 绝不会容忍我多活一天 可军营中并无一人对我下手 而原因收起你的心思 将军冷喝一声 轻身将我压向床榻 动作粗暴 一介女流算计谋划 成何体统 落得这般境地 也是你自作自受 我不再说话了 躺在床榻上 仰头看着营帐的顶端 眼底一片冰冷 这就是我绕远而行 选了身为谦夫长的营绩 却没选将军的原因 我早已摸清楚这位将军的性子 正直果敢 但却狂傲刚毙 他有着世间大多数男子的偏见 建功立业是男子该做的 女子就该无才便是德 躲在家里绣花生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不屑于听从宫里的指令 为难我一介女流 或许 连他也想不到 我会撑到如今这个地步吧 好痛 将军 饶了我 饶了我吧 我娇柔哭泣 凄惨又娇媚 整个营帐内 暧昧与痛苦互相纠缠 以至于后期我甚至痛得连声音都走了行 救救我呀 妙妙好痛 好 痛 啊 约定好的暗号喊完 我凑到将军耳边 冷笑了一声 将军 永远也别小瞧了一个血海里爬出去的军纪 将军的动作猛地一将 还未反应过来 一柄长剑便刺穿了他的心脏 扑痴 鲜血溅了我一脸 将军临死都还不解地瞪大了眼睛 直到断气 倒在一旁 我喘了几口气 身体猛地被一件长袍裹住 落入熟悉的怀抱 迎将军 我哭泣着 颤抖着 扑进迎记怀里 同时看着床榻边站着的数十名将士露出七晚哀怨的笑容 各位军长大恩大德 妙妙 无以为报 眼泪顺着我的脸滑下 泪光中 我看到了这群人眼中的心疼与决绝 迎记果然成功了 凭借将士们对我的心疼 煽动起他们对将军夺妻的仇恨 从而 获取他们的拥戴 成功杀掉将军 取代他 妙妙一无所有 唯有自己 各位军长若不嫌弃 嗯 腰上的软肉突然被大力捏住 我疼得闷横一声 不解地看了迎记一眼 这才发现他脸色异常地难看 迎记征伐多年 纵然皮相出众 也难掩周身的煞气 本就硬朗的面容此刻看起来居然有些害人 各位军长若不嫌弃 容妙妙清洗一番可好 想来 迎记是有话要与我说了 果然 听到我这般说 迎记的脸色好多了 抬了抬手 你们先出去吧 迎记已是新的首领 自然无人不从 将士们纷纷离去 不多时 迎帐里只剩下我与迎记二人 坐上将军之位 怎的反倒不开心了 迎将军莫不适 我话没说完 迎记一把将我拽下床榻 摁到迎帐一边的水桶旁 捧着水便往我脸上泼 粗利的大掌不停地搓着我的脖梗 我的脸 难受 水泼得我几乎唤起不及 我拽住迎记的手腕 想让他停下 可未能撼动他半分 迎记 我难受 你到底在做什么 赃 迎记微微松了力道 腮帮子微微鼓动 似乎在隐忍着情绪 赃 这个字 让我的心脏处狠狠一痛 自打被送入军营 被人糟蹋 我的心就一直坠在无间冰寒的地狱 半点温暖也无 为二的两次触动 是吉祥死的时候 还有 现在 一时间 我浑身上下的血管都像是感觉到了耻辱一般 根根爆裂 这是我心底最触碰不得的地方 我脏 不是从做军纪那一刻才脏的 是从爱上沈凌峰 为了他失去自我 失去理智的时候 就彻彻底底地脏了的 我愚蠢的爱情 却连累了全家陪葬 怎么 将军你是第一天知道妙妙脏吗 我恼怒地看着迎记 不明白明明是盟友 却为何要往我心里戳刀子 迎记的脸色阴沉下来 看着我的眼神十分复杂 隐隐约约 居然有些咬牙切齿 再脏的事情都做过 方才却还喊得那般痛 这话说得好笑 我不喊得凄惨些 怎么让他们心痛 你 我一时间哭笑不得 刚要开口 脑海中却闪过一丝灵光 该不会 所以迎记是真以为我很痛 心疼我了吧 难道将军也像帐外的将士那般 从我这里得了趣味 对我有感情了 不舍得我痛了 我刚说完 迎记就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似的 脸色大变 咬着牙瞪我 看着像是要反驳 说出口的话却令我震惊 我若说是呢 这话 恶狠狠的 似乎是也在恼怒 他居然担心我这个肮脏下贱的君记 我莫名有些眼前发晕 缓了缓神后 梁薄笑笑 对着迎记扶身行礼 将军莫忘了 前几日将我送给将士们的 也是你 我的痛 将军也有份 呵! 男人 似乎总爱做这些事后才后悔的事情 当初我要与迎记合作 他选择了从旁观望 我只能靠着容貌达成目的 现在我目的达成 他倒开始心疼了 将军 别碍事 我冷笑一声 转身 向迎帐外走去 看着帐外的将士们 笑夜如妖 妙妙好冷呢 军长们快来抱抱妙妙 我妹笑着 勾住其中一个将士的腰带 决然躺到了粮草之上 迎记站在营帐门口 眼神冰冷地看着我 我同样也看着他 笑容轻挑 皇上驾到 犒赏三军 耳边模模糊糊地传来尖锐地通传 我动了动身子 眼睛猛地睁开 跟迎记对视 接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震惊 怎么比预想之中提前了两天 妙妙 明黄色的龙眼才刚入军营 沈凌峰便看到了粮草上的这一幕 目自尽烈 连忙拍着教练停下 仓皇地朝我奔来 一众士兵甚至有一些连衣服都没穿好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当今圣上跑过来 几乎是被什么东西压垮了一般 轻轻蹲下来 手足无措 妙妙 妙妙妙妙妙妙 我带你走 我冷笑了一声 眼底没有半点情绪 陛下 我只是在进军纪的职责 不要的话 请让让 可不可笑 把我送来当军纪的是他 以我的姿色 会得到什么待遇 他会猜不到 何苦做出这种腔调来 方妙 沈凌峰露出了一种不可置信的愤怒 既像是想不到我会活着 任人践踏 又像是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放浪的话 怎么 陛下何须惊讶 这些日子 我可是将各位英雄将士慰劳得很好呢 沈凌峰不可承受似地亮呛了一下 眼中几乎饮满了杀意 回头扫视过在场的士兵 置地有声 都给我拖出去 砍了 盛怒的模样 让在场所有人都下意识跪了下来 可我看在眼里 却只觉得欢喜 沈凌峰如今越愤怒 我可利用的空间就越大 回到京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算得很明白 纵然沈凌峰不爱我 但我毕竟曾是他的皇后 他皇权的象征 他不要我可以 但他手下的士兵又怎么可以践踏他的皇权 我回眸 跟盈济对视了一眼 微微汗手 沈凌峰的到来虽然提前了 但并不影响我们的计划 而出乎我意料的是 盈济的眸色沉了沉 居然没动 该死 他难道想临阵反悔 一时间 我浑身一麻 眼前又开始晕 难道盈济要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让我功败垂成 就在我几乎要开始寻找另一对策的关口 盈济终于动了 迈不上前 对着沈凌峰行礼拜首 陛下 区区义军纪 何至于动怒 自他入营至今 早已不知多堕落 脏得很 陛下若是需要女人 属下帐中自有干净娇娘 不过 这军纪也算是为劳有功 不如将他随意赏给某个有功士族 也算给他个归宿 迎记此话说完 跪在一旁的诸多士兵纷纷抬头 看向我的眼神热烈恳切 陛下 吴愿意 陛下 赏给末将吧 陛下 吴亦愿意 一群士族为了争抢我 哪里还有半分方才对帝王的卑微恐惧 我笑了 笑容破碎 一滴泪顺着脸颊流下 冲着众人微微扶身 妙妙 谢诸位兵爷垂爱 只可惜妙妙只有一人 不然定愿归属每位兵爷 住口 沈凌峰怒吼一声 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声音里的杀意已经掩盖不住 方妙 你想死吗 再敢多说一句 朕绝对会让你后悔 呵 后悔 我闭上了眼睛 一副决然瘦死的样子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情 是不该在冬至那日救了落水的你 不该让我父亲与兄长 助你登基 掐着我脖子的手猛地一顿 沈凌峰像是被雷劈中了一般 连连向后退了几步 眼中的不可置信 只差一丝 便会崩塌 你胡说 救朕的明明是薇薇 助朕的明明是薇薇的父亲 你父亲与兄长明着助我 背地里却行谋逆之事 震杀他们 天经地义 沈凌峰的声音莫名很大 就好像只要他大声地说出来 就能证实我说的是谎言 哦 随你吧 我却并不争辩 随他怎么说 沉默了半晌 沈凌峰先忍不住了 吸了几口气 沉了声音 跟阵回京 妙妙一介军纪 擅自离开军营 可是要杀头的 再者说 军营很好 可比京城有趣多了 说着 我娇笑着 往离我最近的将士怀里靠了靠 说出了我最后的一个筹码 陛下难道没看到 这么多英勇枭雄都渴望着得到我 只怕是我想要天上的星星 也能得到呢 更何况 是你沈凌峰还没坐稳的江山 方妙 沈凌峰显然也是意识到了我继续留在军营的威胁 铁青着脸上前 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想将我拽出来 我急忙搂住了这人的腰 仰头哀求 妙妙不走 副将救我 这人是迎记最得力的副将 是最有机会得到我的人 当然 也是最有可能为我冲冠一怒的人 陛下 副将果然搂住了我 军纪是军营所有 怎能擅自带回京中 望陛下三思 大胆 你要造反吗 如果说 刚开始实践我这般堕落 沈凌峰的愤怒还能忍 那将是为了我 挑衅他的皇权 便是万万不能再忍了的 沈凌峰几乎是丢尽了所有帝王的架子 气疯了的模样 简直就跟抓到了娘子与人私通时的窝囊汉子一样 甚至等不及别人动手 自己先随手抽出了不知道谁的配件 朝着副将砍了过来 众人皆变了脸色 千军一发之际 我轻身上前 挡在了副将身前 扑痴 长剑刺入心口 鲜血溅了我一脸 倒下去之前 我看到了营寂眼中的心疼和手掌的颤抖 我扯了扯嘴角 笑了 我知道 我赢了 再次醒来 我已经回到了帝都 熟悉的不仅让我知道 这是我曾经的寝宫 心口传来撕裂般的痛 我闷哼了一声 睁开眼 便是沈凌峰铁青的脸色 我看着沈凌峰冒出的胡茶 扯了扯嘴角 笑意艳艳 陛下如此对待一个军纪 不怕沉迷议 沈凌峰面色阴沉地盯着我 拳头紧握 手背上青筋抱起 咬牙切齿地盯着我 语气失望 我本以为 你会保住贞洁 自呛 我听了简直想笑 他居然还对我失望了 怎么 他还指望我三针九裂 为他守身如玉 像吉祥一般 一头撞死吗 我冷笑一声 眼神如刀般看向沈凌峰 父兄因我冤死 满门尸骨未寒 我敢死吗 沈凌峰的手重重一颤 却什么都不说 在我床边沉默地坐着 梁九 轻轻开了口 若是你救我 为何 从未提及 我为何要提及 我真心爱慕你 自然只求你的真心 哪里会想到你如此浅薄心芒 谁救你 你便爱谁 我挑着最狠的话 往沈凌峰心口扎 我是国公府正经嫡出的女儿 饱读诗书 自有气节 我当时只希望你真心爱我 不是为了报恩 可你呢? 我父亲是你恩师 我兄长是你为兄弟 最后却落得无人收尸的下场 沈凌峰 我方家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 你还要怎么折辱我才肯罢休 沈凌峰咬紧了牙关 腮帮子微微鼓动着 压抑着情绪 却硬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知道 他不敢说 也不敢信 他也怕自己杀错了人 我们二人在沉默中无声对峙 良久 沈凌峰叹了口气 伸手想要拍我的手背 却嫌脏似的 到底是没拍 默默地将手收了回去 你好生休息 当年的事 朕自会查明 可查明之后要怎么办 他却没说 沈凌峰起身 离开了我的寝殿 殿门关上 我面无表情地抹掉了眼角的泪水 伸手揉了揉发痛发晕的太阳穴 暗骂一声 蠢货 被发配离京之前 我看着父兄的尸骨 大梦初醒 断情绝爱 用了短短五天 不仅安排好了之后的每一步 更查清楚了沈凌峰突然翻脸 恩将仇报的原因 原来 就在我救了沈凌峰 高烧不醒的那三天时间里 我的堂妹方薇薇居然趁机而入 抢占了我的功劳 还挑拨离间 把我父亲和兄长的功劳 说成是他父亲所为 最后 这父女两人联手 给我全家戴上了谋逆的帽子 满门抄斩 娘娘 赢将军那边给了消息 说军心已乱 宫女翠儿上前 压低了声音 我睁开眼睛 看着从前就伺候我的翠儿 眼眶微微一红 翠儿 你受苦了 纵然我离京时安排了人照料 但方薇薇肯定不会让她好过 能撑到现在 翠儿受的罪 必然不会少 翠儿倒是很开心 能帮到娘娘 翠儿不苦 我感动至极 拉着翠儿的手 眼泪掉落 能顺利回到地东 翠儿的那番话 起了大作用 我低声道 给营记传信 告诉她 计划顺利 让她做好准备 拳头紧握 指甲深深嵌入掌心 又疼又清醒 从前是我蠢 是我假清高 才会被方薇薇一再欺辱 落得如此下场 如今我身剑如泥 早已没了尊严 我便要用这把剑 插进方薇薇和沈凌峰的心脏 这盘棋 从沈凌峰出宫来军营的那一刻 他们俩注定会满盘皆输 沈凌峰虽然不碰我 但最近却日日塑在我宫里 也不怎么说话 就是陪着我吃饭 看书 态度很是别扭 但我能理解 毕竟真相未明 我此刻还是仇人的女儿 对我太好 似乎也不太对 我有些期待 将来证实了我全家的清白之后 她又当如何对我呢 日子过去了几天 我也不急着报仇 反正时间一久 方薇薇自然会忍不住 而果然 那日趁着沈凌峰上朝 她终于来了我的寝殿 穿着华贵的衣裙 站在床边 像俯视楼一般看着我 姐姐 被万兵践踏的滋味 如何 我抬了抬眼皮 看着她那张红润白皙的脸 懒懒地哈了口气 唐妹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这么着急来看我 哦 莫不是偷了我的玉佩 抢了我的功劳 现在心慌了 我慵懒地坐起来 眼神扫过她腰间的玉佩 方薇薇被我戳中了心事 娇俏地脸蛋扭曲了起来 盯着我 像条恶毒的蛇 我心慌什么 我当初能斗赢你 如今自然也能 凭什么 你爹和兄长是人人尊敬的国师和太傅 我爹却只是个人人鄙夷的败家子 明明我的财貌都不比你差 凭什么你是第一财女 凭什么处处压我一头 说完 方薇薇像是终于解气了一般 甩手给了我一耳光 笑得格外痛快 现在好了 我是尊贵的贵妃 你是低贱的军纪 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跟我争 哦 是吗 妹妹这么自信 头有些晕 我用舌尖顶了顶脸颊 清冷地笑了 这蠢货 真当我还是从前那个只顾情爱的方妙吗 你凭什么还这么高傲地看我 我的眼神许是刺痛了方薇薇心里的阴暗 她的表情骤然扭曲 拍了拍手 她的贴身宫女便推门进来 身后跟了低眉顺眼的五个男子 贵妃娘娘 面首找来了 我懂了 她这是要沈凌峰亲眼看着我多么肮脏下见 妙 当真是妙 几个面首低眉顺眼地上前 方薇薇退后 宁笑一声 而后对着宫女摆了摆手 宫女领命 扭伸出去了 想必是去通风报信给沈凌峰 我慵懒地笑了笑 半点不抵抗 方薇薇倒是看愣了 傻呆呆地站在床边 半嗓 方才回过神来 看着我这般不抵抗 眼中露出了痛快到极点的情绪 方妙 你可真下见 陛下道 沈凌峰来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抛弃了教练 一路赶着来的 宫女太监们跪成一排 瑟瑟发抖 谁都不敢抬头 方薇薇连忙摆出一脸的惊慌 走上前来 陛下 臣妾拦不住姐姐 她 啊 沈凌峰猛地将她推到一旁 快步走到床边 一把将我拽起 动作太猛 拽得我一阵天旋地转 又开始头晕了 方妙 沈凌峰眼底通红 近乎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掀起锦被将我的身躯裹住 然后看着床边跪成一排的五个面首 声音低沉 全都拖出去 杖杀 陛下 方薇薇惊异地唤了一声 沈凌峰没回头 嗓音声应 你也下去 陛下 方薇薇十分惊讶 完全不可置信 下去 以后不得踏入这里 沈凌峰声音低沉 不容反驳 方薇薇咬紧了嘴唇 瞪了我一眼后 不甘不愿地扭身离去 五个面首甚至连求饶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就已经被太监们拽出了殿外 我皱了皱眉 他们又做错了什么 陛下草菅人命的手段越发令人不解了 闭嘴 沈凌峰摇紧了牙关 腮帮子鼓动 似乎在隐忍着怒气 宫女们很快抬了木桶进来 伺候我沐浴 沈凌峰没打算走 就坐在桶边 盯着我清洗 洗干净 沈凌峰的手背上青筋抱起 洗不干净地我媚笑一声 突然上前 趴在玉桶边 望着沈凌峰 我俩离得极近 呼吸几乎交缠在一起 陛下要一起吗? 沈凌峰皱起眉头 微微向后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我无所谓地挑了挑眉 坐回桶中 捧起水来 轻轻避开我被刺了一件的地方 清洗细长地搏梗 陛下这嫌弃的样子 怕是以后也不会碰我了吧 既然如此 带我回来做什么呢? 不过我倒是要感谢妹妹 如此好心 居然送我五个面首 当真是及时 我最后这句话 一由所指 方微微如今还天真的以为 五个面首便能激起沈凌峰的愤怒 却不知在军营里 沈凌峰早已经见过更不堪的场面 这一出闹出来 不仅不会让沈凌峰觉得我下贱 反倒暴露了他的动机不纯 这个口子一旦撕开 沈凌峰对他的信任 就有动摇的裂痕了 沈凌峰当然知道我的意思 却只是不闪不避地凝视着我 谋色很深 看不出情绪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终于成长成了不可揣测的帝王 突然 他开口问我 那日落水 你穿着马面裙 不 蓝色绣金裙 我淡然挑眉 沈凌峰到底是聪明 他没有问我玉佩的事情 想必也是想到了 玉佩可能被偷走 但裙子 却不会假 逆水的人可能看不清面容 但看得清颜色 怎么 查到细节了 若当年就你的当真是我 不知陛下预备如何 怎么还我方家的几十条人命 怎么还我一腔痴心 怎么还我清白 怎么还我的命 沈凌峰皱眉 莫要皱自己 我扁唇 不再说话 低头擦洗着身体 脸上带着笑意 沈凌峰突然上前 用宽大的布巾包住我 隔着布料 抱着我 妙妙 只换了我的名字 却没说出话来 我也不开口 由着她抱着 沈凌峰抱了一会 松开了手 跟我说了句好好休息 然后离去了 我随手将那布巾扔在地上 眼底冰寒 沈凌峰 方巍巍 我的复仇 开始了 翠儿 传出消息去 告诉方俊生 就说方巍巍遭我陷害 被沈凌峰打入了冷宫 正禁足呢 工人也杀了五个 血流成河 十分凄惨 翠儿却有些不放心 方家必定会派人进宫来查问 咱们要做准备吗 不必 方巍巍今日的确在我这里受了委屈 不是吗 奴婢知道了 翠儿领了命出去 我坐在桌边 唇角扬起一抹冷笑 方俊生 我的二叔 方巍巍的父亲 当朝国障 方家唯一存活的一房之主 同时也是亲自执行我父兄五马分尸之行的仇人 二叔 你也该尝尝 五马分尸是什么滋味了 踏踏 一滴血顺着鼻子流下 滴在我的指尖 我举起来看了看 叹了口气 或许 这也是我的报应 则 麻烦 头顶突然传来清冷声音 我一惊 连忙抬头 就见一挺拔身影 自防粮上翻下 下巴紧接着被捏住 一颗药丸塞进我嘴里 苦得很 苦也得吃 营记冷脸看着我 我皱眉将药丸吞下 急忙吃了颗蜜饯 抬眉问营记 你怎地来了 营记面色一僵 却说不出话来 视线在我肩头扫了一下 忍不住冷吃一生 你倒狠 那肩再刺偏半分 心脏就能捅个对穿 鼻血不再流了 我扔掉染血的手帕 盯着营记 问道 军营里都安排好了 营记的眼中闪过一丝得意 自然 良想都被你那二叔方骏生给私吞了 营里现在怨声再道 早就乱了 我告状的折子 已经送进宫了 想必陛下正看着呢 如此甚好 明日便是方骏生的死期 说完 我低眉沉思了一下 抬头看营记 既然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宫里人多眼杂 将军还是尽早回去吧 营记立马冷了脸 瞪我 方妙 我赶了两天两夜的路 跑死了两体马 你赶我 营记瞪眼的时候 真的很凶 我却半点不怕 只当他是纸老虎 挺直了腰板看他 眼神比他更冷 那你又为何来呢? 屋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 营记恶狠狠地盯着我 脖梗抱着青筋 恨不能咬死我的架势 我却只是静静地盯着他 谋底清冷 如此静默了不知道多久 我坐累了 你走吧 我要睡了 老兹欠了你的 营记突然咒骂一声 上前一把扣住我的后脑勺 咬了我一口 唇半溅了血 我疼得直皱眉 营记抵着我的额头 咬牙道 我回京还能为什么? 老兹想你 明知道爱你万劫不复 还是忍不住想你 你这脸蛋 你这性子 真能让人发疯 恨得痒 却忘不掉 你知道老兹这些天怎么过的吗? 抓心脑干地后悔 你得补 营记说得咬牙切齿 伸手将我抱进怀里 我没动 眉头倒是皱紧了 营记 别坏我的事 老兹不管 营记搂紧了我 发了狠咬我的脖梗 以前那般对你 是我旧由自取 但是成之后 前程过往一笔勾销 你得跟我 也只能跟我 话落 却又像是泄了气般 靠在我颈边 轻声叹息 妙妙 贞洁不在余身 对我而言 你不脏 脏的是我们眼眶微微发热 我愣住了 营记在军营那般对我 我只有苦楚 却无怨恨 毕竟 是我自甘堕落在先 一切灾厄 我都能忍 可 如今他却跟我说 我不脏 眼泪绝滴 我躺在营记身下 无声地哭了 撕心裂肺 却寂静无声 第二日下了潮 沈凌峰独自一人 突然来了我宫里 进门便猛地抱住我 浑身颤抖得厉害 像是身处极寒之地 连骨头都冷得发抖似的 但依然一言不发 只是紧紧地搂着我 非常紧 紧得甚至让我觉得 他要把我勒进骨穴 我便知道 我成功了 他这反应 是离真相不远了 其实早在他来之前 翠儿便告诉了我 朝堂之上 方骏生联合群臣上书 指责我妖媚祸君 以美色勾引沈凌峰 蛊惑他不顾礼数 带我回朝 希望沈凌峰能下令将我当众处死 以安民心 沈凌峰原本还隐忍着 解释了几句 可方骏生半点不饶人 居然当众说出了我在军营甚得军心的事情 咬死了我是个蛊惑人心的妖女 非要诛杀我不可 陛下 此女不除 江山危矣 据说 这句话说出来的瞬间 沈凌峰气地直接把营记告状的折子扔到了方骏生的脸上 然后当场下令 将方骏生打入了天牢 我当时听了 几乎要笑出声来 打蛇打七寸 柿子当然要挑软地捏 我这草包二叔可真是 这么多年居然一点没变啊 从前方薇薇骗着沈凌峰 窃了我父兄的功劳 把路都铺好了 二叔纵然草包 也只需要装模作样 坐享其成便可 这些日子 人人敬她是国诈 自然也不会出什么乱子 可偏偏 我回来了 连方薇薇都慌了 二叔自然更慌 只是昨夜方薇薇受委屈的消息传出宫 方骏生又急不可耐地派人进宫来问 这消息能瞒过沈凌峰? 妇女俩夜里通了消息 第二日便在朝堂上禁言要诛杀我 在沈凌峰看来 便是心虚 所以 关于我说的真相 沈凌峰怕是已经信了七八分了 我轻轻开了口 问沈凌峰 方薇薇呢? 怕是让她这蠢爹给气死了吧? 痛快 当真痛快! 沈凌峰的身体僵了僵 声音清冷 却隐隐约约带着颤抖 在我寝殿门口跪着 求我开恩 所以 方薇薇还不知道沈凌峰来见我了 我定了定神 缓缓开口 沈凌峰 跟我去个地方吧 沈凌峰沉默了一会 最终 还是点了点头 好 方薇薇总以为 我回宫是想跟她斗个你死我活 她真的错了 我从前蠢 只是心思单纯 但不代表我没脑子 清醒过来之后 他们的弱点在何处? 我一清二处 我甚至可以不用跟方薇薇见面 就能打得她翻不了身 天牢里脏得很 老鼠蟑螂一堆 方骏生穿着球衣 至今想不明白自己为何落到这不田地 看到我过来 疯狂地扑到牢门口 怒瞪着我 贱人 你把薇薇怎么样了? 二叔这话可真说笑了 薇薇十五岁便知道如何偷走我的玉佩 将我父兄从功臣颠倒成罪人 如此聪慧 我能把她怎么样啊? 我笑着 往前逼近了一步 隔着牢门 盯着方骏生 二叔 五马分尸痛得很 午夜梦回 你就没梦到我父兄找你索命? 我可是梦见过 他们说 恨不能吃了你的肉 才能解恨呢 方骏生胆子本身也不大 被我这几句话吓得脸色苍白 连连后退 摇着头 神情慌乱 不 不是 都是你们自找的 都是方家人 凭什么好处全让你们大房站了 凭什么我们二房要一直被你们压着 我没出息不要紧 我女儿聪明啊 你们一家再好又如何 还不是给我们做了嫁衣 我们微微凭聪明抢来的功劳 哪里有罪 方骏生大声地叫着 我一字一句地听 倒是连怒都不发 嘴角的笑意一直没有放下 二叔啊 二叔 你只知道方微微聪慧 却怎么就忘了 如果抛去了善良与单纯 我也不差呢 我笑了 谢谢你二叔 方骏生一正 惯意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气疯了 没有啊 我笑着抬起手 指了指牢门口拐角处 那一抹黄色龙袍的衣角 谢谢二叔 亲口还我全家清白 话音落下 暗处的沈凌峰缓缓出现 俊朗的脸上带着清晰阴沉的杀意 我从没见过沈凌峰的脸上有这么复杂的表情 震怒 绝望 悔恨 杀意 暴虐 此刻的他 跟地狱里勾魂所命的恶鬼 没什么两样 方骏生的脸色顿时一片惨白 膝盖立即软了下去 跪在地上 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只慌乱地叫着 薇薇 薇薇 我好心开了口提醒 二叔 薇薇还跪在大殿门口 想求陛下开恩呢 暗度陈仓 府邸抽薪这招 还是方薇薇亲自教的我 如今我彤彤还给他 不过二叔 你马上就能见到你的薇薇了 我会把你五马分尸 然后尸体就送给你的薇薇 让他日夜对着你哀嚎尽笑 比起二叔 你当初对我们的赶尽杀绝 我还挺仁慈的 你说对吧 方骏生再蠢 此刻也该明白 他们完了 于是尖叫着朝我扑过来 恨不能直接杀了我 方妙 方妙 我杀了你 杀了你 我仰头 眼角流下泪水 痛快地大笑起来 整个牢里回荡着方骏生的歇斯底里 和我的风魔肆意 沈凌峰全程沉默着 一言不发 最后 我笑够了 天头 笑看着沈凌峰苍白的脸 最后 视线移到了他剧烈颤抖着的手上 真相大白了 沈凌峰 该你了 说完这句话 我感觉浑身的血管都沸腾了起来 头皮一阵发麻 我成功了 那把名为复仇的剑 终于彻彻底底 在我的手里了 情绪激动翻涌 晕眩袭来 我笑着 一口腥田涌上喉咙 扑 血色落地 我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我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 浮浮沉沉地做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梦 有冰凉的液体滴落在我的脖梗 我听见了沈凌峰的低声哭泣 妙妙 我错了 妙妙 我的妙妙 我缓缓睁开了眼睛 入目是沈凌峰通红的双眼 见我醒来 他挤出了一抹勉强的笑意 端着精致瓷盘 想要为我多吃一口点心 妙妙 御医说你晕倒是心思欲解所致 来 吃些甜的 莫要再愁眉苦脸 我抬手将其打翻 点心扔到了他的脸上 滚 妙妙 沈凌峰束手无策 一把将我抱入怀中 声音哽咽 妙妙是要我死吗 就当我求你 吃些东西 好不好 看到他这反应 我笑了 我最后的报复 来了 游进灯窟的身体 吃什么也无用 哦!对了 吉祥之所以选择撞死 是因为他会医术 那天 他替我诊脉 发现了我命不久矣的事实 他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自甘堕落的方式去复仇 因为我没时间了 这样能让我最快地达成目的 沈凌峰 我终于可以死了 此生你我纠缠往复 我只愿下辈子 再不见你 我的死 是我报复计划中的一部分 真相揭开的那一天 就是我报复沈凌峰的时候 我要让他知道了真相 却后悔无路 弥补无门 这才是对沈凌峰最大的报复 我要让他守着江山 踩着我们一家的冤魂 什么都挽回不了 不 妙妙 朕会救你 朕是天子 天下的所有东西都该是朕的 朕会找到最好的灵丹妙要救你 妙妙 就当我求你 撑下去 我会对你好 一生一世对你好 沈凌峰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 泪水爬满了他棱角分明的脸 坐拥天下 冷静自持的男人此刻无助地像个孩子 抱着我痛哭不已 不停地哀求我 多吃些东西 多撑一段时间 不要想着死 我错了 是我错了妙妙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可怜可怜我 别放弃 行吗 你吃点东西 求求你 吃点吧 一生生地哀求 聚聚气血 我这才惊觉 我似乎是低估了沈凌峰对我的感情 这些年 或许 他是对我动了心的 可沈凌峰 迟来的深情抵草剑哪 我们中间隔了太多的人命 太多的心碎 哪里是几句对不起能填平的 你如今的痛苦悔恨 只会让我觉得痛快无比 这日之后许是执念已松 我的病来势汹汹 终日浑浑噩噩 醒了便吐血 睡着也如坠十八层地狱 痛苦异常 沈凌峰守在我床前 便求神佛救我一命 熬的人都拖了下 妙妙 妙妙我知错了 其实我早对你动了心 只是当时我太恨了 恨我自己居然爱上了仇人的女儿 才逼着自己送你入军营 这是我的报应 报应 妙妙 求求你 不要抛下我 沈凌峰为了救我 像疯了一般 便寻天下珍宝 群臣纷纷上书 指责他横征暴敛 残暴不仁 其实从前 沈凌峰的名声便不太好了 他自己眼瞎 不代表百姓眼瞎 我父兄诚心助他登基 却被他满门抄斩 不得好死 这样的恩将仇报 怎能服众 再加上 他登基之后 方巍巍和方骏生这对妇女 仗着贵妃和国杖的名头 不仅欺民罢士 还私吞了军队的良响 军心早已经涣散 只是当时他还算勤政爱民 百姓过得还不错 就算有怨言倒也不至于怨到明面上 如今他亲自这般横征暴敛 压抑已久地病造一起发作 怎么能不激起民怨 群臣上书 可结果却是越劝越糟糕 沈凌峰执拗地激进风魔 天下都是我的 我不信我留不住你一条命 他吼得深情 我听了却是一声冷笑 我知道他暴怒的根本原因 不光是因为我的病 而是在营迹的带领下 各地的抗议举动四起 百姓们宁可造反 也不愿再为他进贡一点珍惜药材 这无异于是在挑衅他的皇权 高高在上的帝王 失去了他子民的拥戴 怎么能不怒 而他越怒 便越是无力回天 只能这般一步步地 被我一天天加重的病 被他自己的帝王贪念 逼上死路 娘娘 迎记将军来信了 翠儿红遮眼眶 将又一封信递给了我 我笑着接过 却并不打开看 递到烛火前 点燃了 看着那信被火一点点地吞噬 我闭了闭眼睛 在睁开眼时 我看着翠儿 把我提前写好的信 送出去一封给他便是那信 我写了十几封 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很好 万事俱备 只待你攻入皇城 待我自由 我其实也没撒谎 我真的很好 也真的 快自由了 一只手骤然伸过来 抽走了我捎了一半的信 我心里咯噔一声 抬头 就见沈凌峰苦笑着望向我 然后 把那信继续送到了烛火前 俊朗的脸上 挂着痛苦难当地笑 妙妙 我没办法了 我就不聊你了 妙妙 可是妙妙 没了你 我会死 我真的会死 信指焚烧成灰 沈凌峰单膝跪在地上 搂紧了我的腰 脸埋在我的肚子上 无助地哭了 哭得那样肝肠寸断 歇斯底里 我却心如止水 甚至还感觉有些饿了 妙妙 看了这件人 心情可好些了 那日过后 沈凌峰是真的疯了 如今 宫里已经拿不出一点治病的药给我喝了 而迎记带领的百姓起义军 正逐步逼近皇城 可他却还有闲情雅致 带我来御花园 欣赏他的风魔成果 花园拐角 原本养着锦里的瓮中 方巍巍有气无力地呆在水里 靠在边缘 脸带潮红 痛苦又无力 脸上挂着渴求又低贱的神情 冲着一旁的太监苦苦哀求 公共 求你怜惜我吧 求你了 公共 公共 怎样都好 求公共怜惜我 求你了 陛下 杀了我 杀了我吧 方巍巍看着沈凌峰向对待珍宝似的扶着我坐下 终于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喊了起来 沈凌峰没有绑住他 只是派了几个太监日夜看守 不许他出了这个瓮 日日给他灌那掺了药的茶水 由着他被那种翻涌的痛苦折磨翻脚 甚至哀求这些从前他看不上的太监 比做军纪 还要下贱百倍 你若敢死 我立即将你父亲的尸体丢去野兽场 沈凌峰音质地盯着他 声音清冷 方巍生被五马分尸之后 尸体就放在瓮的旁边 时间久了 越发地不堪入目 方巍巍日夜睁眼 便会看到他父亲的惨状 啊! 方巍巍发狂似地大叫了起来 叫嚣着就要朝我扑过来 却被太监们拦下 出不了望 方巍巍咬着牙 不骂沈凌峰 而是冲我嘶吼 方巍 你不得好死 提到死字 沈凌峰当即变了脸色 掌嘴 抽到他不能说话为止 响亮的巴掌声立即响起 沈凌峰小心翼翼地过来 蹲在我面前 讨好事地说 别听他瞎说 妙妙会长命百岁的 我冷冷地笑了 堵住他的嘴又如何 我本身就不得好死了 沈凌峰闻言 表情变得绝望 立即搂紧了我 在我脸上印上一个爱怜的吻 还替我整理好了被风吹乱的发丝 妙妙 别再说这些话了 我说了 我会救你 我恶心地擦了擦被他吻过的地方 不愿再与他多说一句 抬头 看着蓝蓝的天 叹了口气 许久许久 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天气了 可我不说话了 沈凌峰却委屈了起来 搂着我 低声哀求 妙妙 同我说说话吧 你许久没同我好好说话了 求你 我动了动眼睛 看着沈凌峰眼下的乌青 凌乱的胡茶 心里一片平静 做这些自我感动的事情 干什么呢 沈凌峰 当初你想要江山 我与父兄便以命为继 送给了你 可你眼下心芒 恩将仇报 将我们全家撕扯践踏至此 你我之间 从你选择相信方巍巍那刻起 便非死不能清算 你又何必做些无用之事 我不要清算 你我之间永远算不完 沈凌峰低声怒吼着 眼泪突然滑落了下来 气不成声 妙妙 江山我不想要了 我只要你 告诉我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留住你 求你了 你告诉我 你别抛下我 好不好 民心散尽 沈凌峰的江山 到底是完了 冬至这日下午 迎记得大军顺利率兵攻入皇城 皇宫里宫女太监纷纷逃命 乱作一团 沈凌峰却浑然不绝似的 拥着我 说着话 妙妙 都说江南春景好 等你好了 春暖花开时 我带你去江南 你若喜欢江南的天气 我们便在那里住下 我去教书 你做刺绣 生几个孩子 可好 我刚吐了几次血 浑身早已经脱力 说不出话来 纵然是想反驳 也无用 只能由着他去 砰 大殿的门开了 手持长枪 迎记穿着一身沾了血的银色铠甲 带着周身的煞气 进了门来 见到沈凌峰搂着我那风魔的样子 眼底一片心红 放开你的脏手 如今这出深情 做给谁看 沈凌峰缓缓抬头 看着即将取代他皇位的迎记 苦笑了一声 哀求道 天下将是你的 你有办法救我的妙妙吗 迎记这才注意到我 看着我形容枯稿的样子 手狠狠一颤 一时间几乎拿不稳长枪 我看到了他崩裂的神情 看到了他满眼的不可置信 也是 我那信里写的都是我很好 想必他奋战敌人的时候并不知道 攻破皇城后等待他的 是行将就木的我吧 方妙 你骗我 迎记的声音几乎撕裂到破碎 长枪落地 他向前走了一步 似乎是想将我从沈凌峰怀里抢出来 却被翠儿上前一步 挡住了 娘娘 喝口参汤吧 翠儿的手抖得厉害 抖得勺子跟碗一直在碰撞 叮叮当当的 很好听 饿了许久 当真是想喝了 我接过了参汤 刚要喝的时候 顿了顿 抬头看向沈凌峰 你为我喝吧 沈凌峰一惊 挥败的眼底涌入光亮 居然像是听到了什么福音一般 连忙点头 好 迎记眉毛都拧紧了 上前 恶狠狠拉住了他的手腕 你不配 我来 滚 沈凌峰抬眼发怒 眼底里拉满了杀意 谁都别想阻拦我 迎记却不怕他 颖眉就要上前夺过汤丸 迎记 我虚弱地开了口 让他来吧 我有时要与你说 迎记露出了不甘的表情 却到底是放了手 高大的身影站在床边 看着我 眼神里的情意再也没有遮拦 但眼眶却红得要命 声音也哑得厉害 我想你 每天每夜 都想尽快攻入皇城见你 可你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为什么要让我的努力变成空梦 你是在报复我 对吗 报复我曾经践踏你 不珍惜你 对吗 说到最后 迎记哭了 这个铁血沙场的少年将军 哭了 方妙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而听到践踏两个字的时候 沈凌峰的手猛地一顿 眼眶也红了 缓了缓 才低头冲怀里的我 笑了笑 来 妙妙喝汤 勺子送到我嘴边 我缓缓张开嘴 喝了一口 苦得很 不太好喝 迎记 你有勇有谋 必将是个好君主 我说完 张口又喝了口汤 好像有点甜了 这江山也算是我帮你打下来的 其中不得已 牺牲了不少无辜之人 你答应我 要勤政爱民 对得起我 对得起那些命 第三口汤 我喝得有些艰难 迎记皱眉 眼泪在眼眶中盈满 却硬是不掉 硬邦邦地跟我说 放心 我会做个明君 但我要你陪在我身边 我没有应 我家人的尸骨虫心安葬 我父兄的清白要昭告天下 就劳烦你帮我善后了第四口汤 我喝不了了 毒药从五脏六腑开始发作 好疼 妙妙 沈凌峰这才意识到汤不对劲 大惊失色 摔了手里的汤碗 慌忙抱住了我 擦着我吐出来的鲜血 不要 不要 营记也慌了 我这就叫大夫 不用了 娘娘没救了 翠儿突然放声大哭 看向我 几乎是用了全身力气 对我笑了笑 娘娘 奴婢先走一步 在黄泉等着伺候你 翠儿 我惊叫了一声 却已经来不及 一把匕首刺透了翠儿的腹部 鲜血喷涌 这丫头 这傻丫头 她何苦陪我呀 五脏被瓦解得剧痛袭来 我难以忍受地尖叫出声 啊 鲜血喷出 浑身的力气似乎都在消散 我咬了咬牙 抬头看着慌乱不已的沈凌峰和盈记 解脱一般地笑了 你们都不配替我收尸 只愿来是不再遇见你们 这辈子 我活得太肮脏了 能活着替方家报仇 已经心满意足了 至于盈记说的 针结不在身体 我明白的 可 我这罪孽深重之人 怎么能苟且活着呢 死 才是我最好的解脱 化石粉最后要了我的命的瞬间 我看到了盈记和沈凌峰的眼泪与绝望 但我也看到了我的父亲和兄长 在笑着对着我挥手 一滴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 我解脱般地笑了 方妙啊 若有来世 不要再爱了